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忠孝这两个字的真谛 用的篇幅很大 这其中引用了一句话 姚舜率天下一人 而民曾治 这一句话很值得我们深思 事实说明了 社会的安定 国家的富强 人民的幸福 领导人的关系最大 如果有一个贤民的领导人 能够教导得心 所以天下的大智 这个事实 我们在历史上读到过 历史上有详实的记载 古时候 这些帝王 何以能够做到 现在 我们所崇尚的民主 何以不能做到 这又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古时候的领导人 其他的国家地区 我们不谈 但说在中国 都是接受过 最良好的教育 帝王 要培养他的接班人 煞费苦心 去寻求 过内外最好的老师 道德 学问 经验 都是超越 一般人 学问 这些人 来教导 接班人 来陪伴 接班人 让接班人 能够接受到 圣费 圣贤的教育 真正懂得 做知君 做知亲 做知私的 大道理 大道理 所以 一个政权的建立 能够绵延 几百年 而不衰 末代的帝王 把老师的教育 忘掉 中情 中情 中欲 随身 烦恼 吸气 这个国家 就会灭亡 治国 如此 治家 也不例外 家庭 要兴旺 要能够 代代相传 靠什么 好子弟 好儿孙 好子弟 好儿孙 也是从教育 培养当中 成就的 如果不 精心地来培养 那也是做不到的 协民的父母 一定要求 儿女受最好的教育 今天做父母的人 又何尝没有这个心呢 但是我们的观念错误了 今天接受的教育 科技的教育 功利主义的教育 这个教育 不能持家了 古时候老一辈的人 培养子弟 是圣贤的教育 圣贤教育的特色 第一 让他了解 人与人的关系 这是大舍问 这是高等智慧 人与人 究竟是什么关系 讲到极出 人与人是一体的关系 这个道理四十 谁懂 今天我们说出来 人家听了 哈哈大笑 说我们头脑有问题 那真是老子所说的 下次闻道 大笑之 不笑不以为道 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 儒家道家有说道 但是最详细的 是在佛家大乘经论里面 给我们说 虚空法界 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 所以大声大喜 看到一切众生 心形善良 幸福美满 看到欢喜 看到众生 早一 在受苦暴 见到的时候 都痛心了 都流泪 这是人心 人死的心 这是真情的流露 真情不是感情 真情是性情 中国古社会 常说 性情中人 不是感情中人 感情中人 变化无常 性情中人 在佛法里是佛菩萨 他们懂得 真是非 真邪正 真厉害 他们所行的 是道 是义 儒家讲的 道德 仁义 利 感情里面 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感情 如果顺 道德 仁义 理 不被 道德 仁义 理 这个感情 就是心情 在新年代 学会 教学里面 知道的人 不多 讲的人 就更少了 而一般 一般大众 认为这个说法 落伍了 过时了 我听的这些话 也点头 没错 是落伍了 是过时了 为什么呢 沉平时代的思想 天下大智的思想 今天把这些思想理念 挟弃掉 造成的结果 是世界的动乱 灾难变异 会演变成 无法想象 整个社会 人类 要受极大的苦难 现在的灾变 我们从资讯当中看到 一年 比一年 平凡 一次比一次严重 我们听到了 我们看到了 只有惊慌恐怖 措手不及 无可奈何 以为这是天然灾害 天然灾害 怎么形成的 为什么会有这些灾害 这些灾害 能不能够消除呢 能不能够避免呢 事出事件 圣人 大幅都是肯定 即使我们看到 西方一些预言家所说 最后一句话了 也是认为 我们应不应该 接受这个灾难 还在自己的行为 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但是 他没有把 所以然的道理说出来 为什么我们的行为 可以决定灾难 发不发生 道理没说明白 这个道理 就是佛家常说的 我一心所心 我一世所病 又是一切法 从心向神 如果我们真正明白 这个道理 就晓得 我们的奇心动念 可以改变环境 环境是一报 一报随着正报转 怎么转发呢 彻底忏悔 真正悔悠 这才有救 嘴皮上的忏悔 无济于死 真心忏悔之后 你的言语行为 自自然然 就回头了 回心向善 自尽而后 以纯善之心 待人见我 以纯是爱人爱物之心 出师待人见我 以无条件的心 无私的心 不求任何报偿的心 尽心尽力 不私供养 一切众生 这个才叫真忏悔 这才叫真回头 一个人忏悔 一个人得救 两个人忏悔 两个人得救 不要以为我们一个人 真正忏悔 力量很薄 不如 姚舜当年也是一个人 问题是 你有没有真诚的心 真诚的心 自然能够 自然能够感人 在握之人 他也有佛心 他也有良心 他的佛心 他的天良 只是被物欲 所弥厌 被烦恼习气 所障 我们以真诚的 善心 爱心 无私 无私的 不私供养 来对待他 出解出的时候 他们怀疑 你为什么 对我这样好啊 你有什么企图啊 他还要小心防范 时间久了 他看出来 你对他没有企图 渐渐就被感动了 遥顺之道 那个 动机就在此地 祝佛菩萨 祝佛菩萨 印化在世间 也在此地 众生有感 众生有感 佛菩萨就有印 他为什么来印 我们要明了 我们要明了 那么由此可止 社会 风俗 道德 毁坏了 那一念金星是什么呢 是我们对子弟没有照顾到 特别是在现代社会 父母疼爱子女 但是不照顾自己 自己忙着去工作 忙着去应酬 雇工人来照顾自己的子女 工人尽到照顾的责任 决定没有做父母对自己儿女那一份爱心 所以底下一代 往往就是这个因素 被遗忘了 被吸气了 子女 从小 得不到亲情的照顾 长大之后 才会不孝 才会悖逆 人凭 心俗 被污染 这个对社会 造成重大的灾难 所以今天这个世间 天灾人祸的由来 根源在哪里 我们要细心去探讨 要把它找出来 那个根源都在教育 特别是童年的教育 古人了解这个道理 知道 英国之口味 所以对于儿童的教育 无不是全心全力 把它当作人生第一等大使来做 在我们中国 自古以来 足足相传 所以我们这个国家民族 在这个世间 几千年 还没有被灭亡 什么道理 这不是侥幸 得列于古圣前贤的教育 现代 中国为什么这么衰弱 就是 最近 这一两百年当中 逐渐逐渐 把古圣先贤的教育 丢掉了 一昧的去从养 所谓 外国的月亮 都比中国月 愚昧到这种程度 所以我们这一代人 才过得这么辛苦 受这么多灾难 现在 灾难又多了 又严重了 水灾 火灾 风灾 地震 天然灾害 没有法子防御 佛告诉我们 这个灾害 从哪来的 水灾 是贪心 我们把贪心断除 水患就没有了 活灾 是成灾 战争 是水火灾 生于成灾 风灾 生于淤 是地震 生于不平 如果大家都懂得修 清净 平等 这 这些灾难 就没有了 纵然有 非常轻微 不会造成损害 这个话 谁能信 若不是深入 紧张的人 真正明理的人 你给他说 他说你说疯话 你这是明信 没有科学证据 所以 只有深入 紧张 心底 清净的人 听到这个话 会 点头 肯定 有道理 我们同学 我跟大家讲过 披上这件袈裟 做佛的弟子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如果不能认真努力 完成佛陀 教导的使命 那就是古人讲的 袈裟之下 是人生 袈裟之下 是人生 到哪里去 都到地狱 所以 足是大德 明白的人 为什么不欠人出家 劝人出家 容易 这个人出家 做不到 不能完成 佛陀 教导的使命 那你不就是 把他送到地狱去了 不出家 不一定会堕地狱 出家是决定堕地狱 言语里面所说 地狱门前 僧道多 这个话 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所以既然出家了 一定要认真 好好地来学习 把佛的教诲 介绍给一切大众 为一切大众 讲清楚 说明白 而且 自己还要认真 陆离 一教奉行 这才是佛的好弟子 才真正是天人道士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